持續的炎熱天氣 讓冰塊的需求急劇上升 在浙江長興 今年的冰塊銷售量 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冰塊越來越強手 記者在浙江長興的一家冰庫看到 來往的插車將一落落冰塊取出 再由工作人員移至車廂 一層層碼好 雖然只是剛入服 但冰塊已是熱銷 特別是這一週以來 每天的出冰量 基本上在1500條左右 天氣得越來越熱 預計在未來幾天內 我們每天的冰塊銷售量 再達到3000到4000左右 這些單個重50公斤的冰塊 主要受網長興各大企業 為車間的工人提供涼爽 動物園也會買來給動物們降溫 在現場 拉運冰塊的貨車一輛接一輛 忙碌時甚至有三輛貨車並排取貨 根據目前市場情況和氣溫走向 工作人員預計 今年的冰塊銷量比去年能翻一番 企業正想方設法增加庫存 滿足市場需求 除了日產的500條冰塊 3萬多條提前儲備的冰塊 也將進入市場 有趣的冰塊 讓我看一看